大家好 我跟你们说什么 有一次我发酱 我有一包酱皮 那我说 这包酱皮 为什么它 养油的 放了很久了 不可能怎么养的 那我无意着 找一张 哇 原来里面有一个鱼 或者是养股 又叫鱼 又叫养股 它里面有油的 可能的油分解出来 那我拿个胶袋装着 真的很似的 很似的东西走出来了 为什么那包酱皮 很养了很多年了 我知道我的东西有锁成了 我知道嘛 哇 又发声了 所以我觉得蛮好用 这个图案 我这次又捡你了 我还给你一下 还有我跟你说 一个写字 我没有试的 只不过你自己试啦 你自己看啦 但是我现在都严重 我现在都严重 我现在都严重 试一下 放一块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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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鱼 放一块鱼 因为它 可能令到它的皮 不会干燥 不会干烈 因为写字很重要 所以我试试啦 如果真的成功 我就告诉你 我才叫你一次来try 或者你不要的写字 绝对写字 不要强强鱼 或者不想丢 没关系 你再来try 因为我不敢肯定 因为刚刚发明就是 橡皮契 但是放在写字 我真的不知道 我现在try啦 就是这样放 我现在放 今天我写的日子 自己开始放 那将来我最看一看 就是放在里面 然后再介绍来 我看 如果它没有归裂 有三年了 应该就成功了 超过三年 那对写字笔 是很好的 应该成功了 所以 没办法啦 什么都是想方法 因为有时候 当我们有一种无意中 不适合什么理论 因为我们有一种无意中try 所以我生活那种困难 遇到那种困难 就是用一种无意中 弄出很多的生法面出来 就是因为 可能我个人比较很注意 因为我用东西很小心 很留意 就是这么简单 OK 拜拜